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元要來幫大家讀讀報 那新聞頭條 我們當然就是要聚焦 在林佳龍證實已經向府院請辭 那這一次啊 太魯閣列車事故釀成了50死 上百人受傷 其實震驚了不只台灣 也震驚了國際 政府面臨龐大的究責壓力 那在黨是點名 交通部長林佳龍 應該要請辭下台 扛起政治責任 林佳龍昨天深夜 也已經證實的在事發第一天 已經向蔡英文總統及行政院長 蘇貞昌請辭 請各界呢 再給他多一點時間 進行善後的工作 他說呢 該副的責任是絕對不會逃避 那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 昨天也證實了 院長蘇貞昌 已經接獲林佳龍口頭請辭電話 但是現階段是以搶修為先 要把善後做好 所以呢 先暫時不談這件事情 而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也說 林佳龍已經表達了他的立場 蔡英文總統 肯定林部長負責任的態度 但是目前 搶修的工作還在進行當中 不是談論這個問題的時間點 好 另外我們要看到 其實呢 除了林佳龍啊 已經向這個政院來口頭請辭 但是啊 其實總統府行政院都是以善後優先 現在不是請辭的時候 來作為一個答夥 不過我們就看到 國民黨立委林維州就說了 政務官請辭下台 是要對系統性錯誤 蓋瓜認錯負責 並且避免干擾後續的調查與究責 那不辭的意義是什麼呢 另外資深媒體人趙少康則是認為 不只林佳龍需要立刻請辭 還有誰呢 也就是格魁蘇貞昌也應該要負起責任 政治責任下台負責 那林佳龍雖然在第一時間就強調 會負起政治責任 但是林佳龍究竟要如何負責呢 那連日來備受社會以及受難家屬質疑 民進黨立委高嘉宇就表示 一定要有人負起政治責任 那至於到哪個層級就看政府的態度 他認為呢層級越高才會讓民眾覺得 政府重視這件事情 下台負責並不代表這個人就是事故發生的始作俑者 而是代表呢高層沒有進到該做的督導責任 好我們持續來關注 其實這起意外就是因為工程車滑落了邊坡 造成嚴重死傷 那肇事車所屬的易祥工業社負責人 李祥遭法院裁定50萬元交保 檢方提起抗告 那花蓮高分院撤銷交保裁定發回重裁 花蓮地方法院昨天是裁定李祥積壓禁件 花蓮地院庭長黃紅達就表示了 沈卓全案涉及公共工程承攬契約 廠商和監造單位相關人是眾多的 被告與施工廠商關係 為什麼呢有必要進一步實施偵查作為 那在沈卓李祥之前 又指示員工繪圖行使業務上 登載不實文書等情況 以李祥涉犯過失致死罪嫌 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 證人高度風險是裁定積壓禁件 我們持續來看到呢 就是因為工程車滑落了 結果釀成了這麼嚴重的事故 外界就質疑了 如果台鐵在事發的當地 設有相關編撥告警系統 應該就可以提早來通知 駕駛是有異物入侵 那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了 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才就表示了 台鐵今明兩年將會設置25處編撥告警系統 台鐵就統計了南迴縣將會設置12處是最多的地方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選在4月4號昨天兒童節登場的高雄反空屋大遊行 行前呢是特別的向太魯格號的罹難者墨哀 那昨天一共是有20多個環保團體民間社團 大約數百人走上街頭 是以行動聚集拉布條向政府喊話要來搶救孩童 還給南台灣乾淨的呼吸環境 那高雄市長陳其邁臨時新增行程也前往那宣布呢 新達電廠燃煤機組在2025年全數除異 比原定的期程提早一年 不過對於陳其邁這樣的承諾 經濟部是打臉囉 因為經濟部強調電力要整體的需要需求考量 所以新達四部燃煤機組有使用的年限也有既定除異的計畫 不是地方首長隨便說一句話呢 就能夠提早除異 那除了經濟效益會大打折扣 南台灣可能會更加的陷入缺電風險 好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的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 平台4號是表示了 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艦打擊群 在當天上午8點左右 經過了麻六甲海峽進入南海展開活動 那這是羅斯福號今年第三次進入南海目標 剑指大陸的意味是相當的明顯 那與此同時中共軍機4號上午 又再度的進入台灣西南空域 那進入南海的美艦 涉及的打擊群其實包含了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拉塞爾號神盾級驅逐艦 以及邦克山號神盾級巡洋艦 智庫主任胡波就分析指出了 其實近期美軍航艦的行動變得突然 以及規律性降低 實戰部署的意味是明顯的增強 他就認為如果持續這種思路 預計美軍航艦未來進入南海的次數 會大幅的攀升 可能每年就會達到數十次 以上就這集的讀報提供給大家 欣賞